你有没有因为白天吵架没发挥好 晚上气得睡不着 那一定要看看梁石秋的快乐就是哈哈哈哈 梁石秋毕业于清华 年纪轻轻赴美留学 并取得哈佛硕士学位 作为民国时期有名的段子手 和鲁迅有来游网隔空骂战八年 他骂人的技巧既有东方的含蓄 又有西方的犀利 书中说道 首先要知己知彼 你戳别人短处 要先看自己有没有 有的话这一点你就戳不得 骂人要骂得微妙含蓄 你骂他一句要使他不慎觉得试骂 等他想过一遍才慢慢觉悟 这句话不是好话 骂人罪季浮躁 在他暴躁不堪的时候 你不妨对他冷笑几声 包管你不费力气 把他气得死去活来 骂他真真见血 还总结了旁敲侧击 小题大做 以退为进等等骂人实则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 对方绝对毫无缓口之力 真的边看边笑出腹肌 专制各种阴谋 拯救不开心 除了骂人的技巧 书中还有很多清醒的人生哲理 秉持这种哲学的梁老 在生活中可是魅力无限 在72岁高龄 还能轻松俘获 比自己年轻28岁的 美丽女哥后喊金轻 并且白头偕老 这种偷偷